另外带你来看到 捷安乡公所举办实在客庄农田体验系列活动 这个星期带领民众赤脚踩入田里 亲手插秧 而乡长游淑珍也到场 和大小朋友们分享童年时家中务农的景象 同时还安排现代化的插秧机 来示范快速的插秧法 和民众徒手插秧相比 虽然人工不比不上这个机器 但是亲手插秧的成就感 让参与的民众无比兴奋 继割到饭之后 捷安乡公所在带领民众 夏天体验亲手插秧的乐趣 谁知盆中孙历历皆辛苦 捷安乡以农历乡 过去的捷安毫米 都是非常辛苦种植出来了 但是每次吃到毫米的时候 稻米到底从哪里来呢 就从插秧开始 所以今天吉安乡 带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小朋友 都来体验插秧 看到了客窗过去 勤奋努力 街头巷尾呼之欲来 一起来插秧 跟我们的插秧机 一次插八排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农物辛苦 在太阳底下 汗水淋漓最丰硕的收获 当然也要带来到位客庄 很好的体验 也给我们的小小孩 跟大小孩 第一次的插秧的出体验 就在我们的快乐农田里 永兴村长陈元忠也特别帮民众 拉好固定绳 希望大家可以插出整齐的秧苗 那个就是让他们一般的人 要插秧 他没有办法插一直线 所以说以前的人就是说 在插秧的时候 那一条线就是要让他抓了准点 让他能够很直线的 现在都是机器化的 不过他的秧苗啊 小孩子那些可能没有办法去拨 所以我要请居去 然后把它抓成一棵一棵 然后给小孩子体验 就是一棵拿来就 种到泥土里面 插秧之前 我们这个地一定要先翻土 翻好一定要打两次 第一次先翻土 然后第二次再给它翻土之后 把泥土稍微硬一点 要不然的话 你刚刚翻土下去 你去插秧一样很容易倒 所以说三四天前 地一定要先打好 现场还特别 请农民驾驶插秧机 示范现代化的插秧方法 看着机器一下子就插完了半片田 大家都惊呼太厉害了 而轮到大家亲自下田的时候 虽然速度和机器没得比 但是亲手插秧的成就感 让参与的民众无比兴奋 介统会家乡报导 计划 我麻今日は 连 오� 对 独秘